好各位 老师是好像没有 好各位 好像没有什么声音 各位老师大家好 那么我今天要报告的主题是 谈孟子的政治哲学 我谈这个主题实际上我有两个目标 那么一个目标呢是 让这个儒家哲学 在我们今天的社会 如果要恢复优良传统中国文化的话 那么把他的文本的意思弄清楚 把他精确的内涵弄清楚 那么让他还可以为我们今天现代的社会所用 那当然我们要找到他到底用在什么地方 那这是我第一个想处理的问题 那第二个想处理的问题呢是 儒家很好 但是我觉得这个墨家法家道家老庄 也都是很好的东西 很好的世间法 他们的理论应该有他的这个真理性的所在 但过去如道末法有很多的争辩 所以我也想做一个对比 那么找到这个法家道家他们的思想 这个真正的问题是面对的问题是什么 那么使得这些东西呢 都因为他的思路被清楚的呈现 所以都能够为今天所用 所以我想做一个这个国学整合的工作 好那么首先回到这个儒学的理论 那么对儒学的理论而言呢 那我认为孟子哲学在儒学史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哲学上的意义 他当然有更重要的心性论功夫论形上学上的意义 那这我们谈很多 我现在就谈政治哲学上面的意义 就是他非常清楚地定位了国家存在的目的 就是要这个照顾人民百姓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价值定位 但更重要的呢 就是儒者自己的角色扮演这一件事情 那我认为是孟子的哲学呢 把儒者在这个天地之间的角色扮演说得最清楚 这个角色扮演呢 就是协助君王治理国家 成为专业的政治管理人 那要做扮演这样的角色呢 这个对孟子而言呢 那要修养自己那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呢 孟子谈了很多 这样的角色在跟君王互动的时候 的一些重要的原则 也就是这些原则呢 那使得我们可以来谈一个主题 就是孟子谈为官之道 那孟子谈为官之道呢 那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就是 我是协助君王治理国家的 我有我的理想 并且我有我的专业 所以国君必须尊重我 然后呢 这个大有为之君呢 必有不照之臣 然后呢 这个很多时候呢 这个国君你不来关心我 国君你自己会不安心 而不是像一些小人政客 整天要到国君的身边 然后探视这个国君的意图 然后呢 自己才能够心安 保住他的权位 然后呢 孟子认为 自己这样的一个思考呢 因为他是有重大的理想 如果国君能够好好的 这个重用我的话 就能够统一天下 就能够平治天下 那孟子为什么可以说这个话呢 那他的思路就是 国君如果行人政爱百姓 百姓就会爱国君 并且爱国家 这个国家的国力就会昌盛 别的国家的人民也会跑来这个国家 其他的国家的国君呢 也为了这个 也因为这样子有了一个典范 所以他们自己也得改革 他们自己的这个政治的这个措施 所以使得他们的国家的内政呢 也获得改善 在这个意义下呢 只要有一个国君 行人政爱百姓 那么天下人呢 就通通可以这个受到 这个良好的政治的照顾 而这就是这个王道政治的显现 所以对孟子而言呢 他是高度的期许他自己 好好地为国家服务 但是国君呢 必须真正地尊重 这样的一个大臣 以至于呢 这个大臣能够施展他的报复 为了谈这一点 孟子做了非常多的讨论 非常多的这个论证 包括有人说 伊尹啊 用什么方式去求的一个官位 孟子说绝对不是那样子 如果这个王己 是不委屈的自己 用王道呢 是不可能直接有执道的 包括白里希也有这样的例子 人家批评他 孟子说 那个应该不是事实 是有些人随便乱说的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 这个孟子美化了所有的这个大臣 包括这个古代的这个圣王的这个形态 所以孟子当然也藉由 姚舜与汤的这个文武周公的这个政治形象的建构 而建构了我们所谓的这个中华的这个道统 那这个中华的道统呢 就算是孟子美化 但他表示了这个儒家的理想 所以孟子为中国的政治哲学 建立了国家存在的意义 以及国君应该扮演的角色 以及围观之道 大臣应该扮演的这个角色 但这个角色里面呢 就有一些地方很尴尬 比如说孟子呢 去齐 比如说孟子常常谈呢 这个大有为之君 必有不招之臣 这样子 然后呢 孟子常常讲呢 齐帆公都非常重视管仲 他说他自己管仲 尚且不为 这个何况 这个是 这个仲尼之徒等等 然后他又常常讲说 亡极者未能职人也 然后认为就是说 如果大臣什么时候 什么事情都听国君的话的话 这就叫做切腹之道 以顺为政者 切腹之道 然后他认为就是说 作为一个儒者呢 未尝不欲视 只是厌恶啊 不由其道 这样子 那这样的结果呢 就使得国君非得听大臣 儒者的话 那如果不听的话呢 那这个儒者 这个大臣呢 就得辞掉大官 孟子也劝人家辞掉大官 那人家还讥笑他说 你叫吃花辞掉大官 那你自己怎么样呢 孟子说 我现在没有做官 所以我绰绰然有余欲哉啊 所以就产生了这些尴尬的现象 那如果辞去大官 有时候呢 为了照顾家里怎么办呢 那孟子就说 这个是非为贫也 有时乎为贫 为贫者 那就持尊 居卑 持负 居贫 我的意思是说 孟子就说 那我们做个小官就可以了 做个小官呢 可以不必在朝廷之上 负政治的责任 要国君听我的话 但是在地方基层呢 我还是可以尽忠职守 照顾我们这个百姓 那么获得我该有的这个 微薄的这个酬劳 那这样子呢 也是这个我可以扮演的角色 然后孟子又常常讲 就是说 那国君对待你的态度 那怎么样呢 才算是呢 你可以留在朝廷当中 所救三案所去三啊 如果国君对你非常有礼貌 而且呢 说要实践你的政策的话 那你可以去救官 但是呢 后来呢 虽然还是很有礼貌 但他始终没有实现你的政策理想 那你就政无关 你就辞去 孟子自己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一个案例 或者是 国君虽然没有说要实践你的理论 但是对待你非常有礼貌 那么你就可以去救做大官 如果礼貌摔了以后呢 那你大官也还要辞去了 所以孟子就始终啊 一直处于这个辞掉大官的状态 然后呢 那如果跟他一样有气节的这个儒者呢 那就或者可以做小官 或者说只能做小官 在这个意下 我稍微做一个这个岔概 孟子跟孔子这两个 这个问题上的形象是一致的 但是整个中国历史上的这个儒者呢 这个大家都得做官 也不做官也不行 在秦以后不做官也不行 也没有出路 因为呢军权统治的这个政治格局的话 那么为了这个百姓 那么你还是得做官 那孔子孟子超越了维官之道 因为他们是大哲学家的境界 天不生重于万古如常夜 也是孟子说的 所以孔孟两个人是哲学家的等级 建立了国家的意义 国君的角色 以及官员维官之道 那维官之道呢 就是要清廉然后服务天下 好这时候就产生很多的这个问题 那这个问题我就想借由这个跟老子哲学 跟法家哲学的一个比较 来思考这个问题 那么儒者这样的理想对不对 当然是对的 反正这个理想呢 这个对月在天嘛 那个人者天地生物之心 那虽然这个人的价值呢 是这个儒者这个价做了价值的选择 但这个价值的选择 落实在这个政治体制 不管它是皇权的体制 还是民主的体制 只要是政治体制 就应该追求这样的一个理想 那这个理想 我们几乎不能够去批判它 国家是为百姓而做 重点就在于 作为一个儒者 自己的角色选择的扮演上 所以像孔子跟孟子 他们大智慧 可以做大智的学家 那孔子的弟子 孟子的弟子也都做官 做官的时候呢 孔子的弟子也常被孔子骂 你这个没有做好 那都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形象 王耀明的弟子呢 也是要做官 王耀明自己呢 也是做官 而且不是做小官 还做了非常大的官 虽然其他宋明儒学家儒者 多半做的是小官 但虽然做小官 他们是大英雄大人物 做了很多照顾百姓的事情 照顾一方水土 这个一方之民 也是大有贡献于这个民族 那我也就认为 也就是这个 比如说明朝以后 也就是这样的 读儒家书的儒者 有这样的气节 爱百姓 又不好与全城这个争斗 而真心关心百姓 再基层为官 做公务员 做这个小官 所以才把这个国家稳定 所以朝廷再怎么乱 这个基层还是乱 还是稳定的 但是呢 这样也不见得能够搞很久 那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要做大官要怎么办呢 那我认为在这个时候呢 老子哲学在这个意义上 补充了这一部分 我的意思不是说 儒家不可以做大官 而是呢 儒者如果晋升高位 到高层了以后呢 那么 孔子跟孟子的那种态度呢 是没有办法玩下去的 那你一定要另外的态度 那个态度就是朝廷当中 有非常多的这个小人 而且小人呢 或者是国君的欲望的化身 或者是国君的无能的显现 所以朝廷中必有小人 或者和有恶棍 那在这个情况下呢 大臣不负责这个人事之权啊 所以大臣只能够跟这些小人恶棍 需于尾夷 保住自己的官位 然后为百姓服务 刚才李明慧老师说 这个王金平的这个案例 但是王金平呢 也是照顾很多人 所以呢他没有敌人 但是呢 最终他为自己的私利服务 但是呢 如果要做大官 可能王金平那个做法是必要的 但最终结底是 他不是为自己的私利服务 还是为天下的百姓服务 因此呢 怎么做大官呢 那就是所有的利益都给别人 损之又损 以智无为 无为而无不为啊 储钱不害 储上这个不压 那这样子呢 这个生而不有 为而不是 长而不展 所以做任何事情都自己来做 然后呢 完全无我 然后呢 利益都 功劳是归君王的 权利呢 跟其他同事分享 然后利益呢 给部署 创造出来资源呢 给天下百姓 给客户 给民众 在这个意义下 没有人会想把它拉下来 富为不争 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不争任何的私人利益 因此保住官位 保住高位 的这个可能性呢 就出现了 所以大家都愿意他 留在那个位置上 以至于他自己呢 可以担任一种领导人 领导人才 不管他是有欲望的 还是小人 只要他有才干 就能够形成团队 为天下做事 这个顺之又顺 以至无为 无为而无不为 所以我认为 这是老子的哲学 那老子有这样的心态 决胜弃智 名副孝词 决人弃义 名利百倍 摆脱掉了表面 儒家 儒者 非常看重的 那一个自我的尊严 自我的意识 决胜弃智的名 决人弃义的名 名副孝词 名利百倍 名副孝词 名利百倍 完全是孔孟的最高的价值观 所以在这意义上 我觉得可以做一下对比 就是孟子的角色扮演 儒者的角色扮演里面 政治工作成就自己 也成就国家 自己是目的 国家也是目的 自己的目的 做君子 没有办法达成的时候 其实我就算了 我就退下来 但我也不会有一种心态 说要去推翻这个皇朝 推翻王权 孟子自己讲 是外姓之臣 如果国君不行 我就辞官他去 除非你是宗室之臣 那你就把这个国君换掉 所以那个君王听了很不高兴 但是孟子自己 所有的儒者 他都不是统治者心态 他就是官员的心态 他就是公务员的心态 但是这个心态里面 有一个高度的自我意识 高度的自我尊严 高度的自我期许 所以孟子是有我的 但是老子这样的一个 哲学的形态 就是无我 完全我的形象不重要 太上不知有知 儒者是第二 其次轻而欲之 法家是第三 其次未知 其次无知 接下来我就要说 法家哲学的合理性 儒者总是对统治者没办法 统治者又常常自甘多了 结果自己被杀 以至于呢 这个国家也亡了 法家哲学的思考 我认为以韩非非非非的作品 为对象来阅读的话 完全思考的就是 国君的利害关系 国君的角色扮演 是确确实实为国君记而建立的哲学 所以它是一个为国君的哲学 或为组织存在的目的的哲学 而不是以官员自己的尊严的角色扮演的哲学 所以孟子成就自己 成就国家 而韩非子 法家的思路只成就国君 只成就国家 做官的法家的知徒呢 只是工具而已 如果我没有农战之功 我再有品德 我不能够当大官 而国君作为国君 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行业 所以国君要御下之道 统治之道 一定要有赏罚二丙 而赏罚二丙呢 如果能够实行好的话 庸才也能够治理国家 那这点我不同意 就是说真的能够实施赏罚二丙 能够有那个度量完全少 能够忍得下心来 该罚就罚 即使是自己的近亲 这样已经是太了不起的 这个人物 绝对不是普通的人才才可以 所以我要强调就是 韩非子法家的思考 完全为国君角色扮演技 韩非子讲话给国君听 说你这是全世界最危险的行业 这个国君呢 这个死在任上的呢 从古道经统计结果不到一半 就是说寿终正寝 也就是说干得很好 寿终正寝 超过一半都是 要么被太太杀 要么被儿子杀 要么被太监杀 要么被全臣杀 要么被敌国的国君杀 所以国君你一定要懂得控制城下之道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 就让我们意识到 当儒家在谈国君的角色 要注意行人证 爱百姓的时候呢 孟子的意思就是 反正我通通把你担下来了 但是国君既没有那个眼光 也没有那个度量 也没有那个智慧 所以呢这个也不见得把权力交给这个儒者 而韩非子 所以孟子讲话给国君听的时候是 国君你把权力交给我 那韩非子讲话给国君听的时候是 你很危险 所以你自己必须1234567 7654321 否则你非常的危险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如果我们谈的问题 以及角色扮演是国君的话 那么法家哲学是非常重要的 特别碰到战争的时期 特别碰到国家动乱的时期 老子哲学非常有用 那个有用是朝中有小人 以及这个大厦还没有倒下来之前的时候 那么这样子有儒者爱民爱百姓的胸怀 但是呢无我的胸襟 可以做大官照顾民众百姓 但如果那大厦要倒下来 不发生战争的时期的时候 那你一定要言行仲法 一定要用法家的这个思路 才能够这个稳住局面 我想举王阳明的例子 这王阳明在跟宁王打仗的时候呢 这个两军对峙啊 那么他的部队往后退的话 他的将军一样退后者斩 所以王阳明在这个林上也是杀人 董老师没错 我是读你的书的 所以在这个印象 战争的时期 我们一定还是要使用这个法家的哲学 但是呢成平时期了以后 我们要众教化 导致以德而其之以理 这个由此解割 但是呢这个战争的时期呢 那你还是得用这个 导致以正其之以形 这一部分东西还是必须要做 所以在这个印象我会认为呢 儒家讲的是小官的哲学 老子讲的是大官的哲学 韩非子讲的是国君的哲学 他们都非常重要 我的意思当然不是 儒者不能做大官 但当你要做大官的时候呢 老子的牵退的智慧 必须是你的真正的武功 加上儒者的真正的基底的胸还 然后当你做国君的时候呢 你就又必须加上韩非子法家的赏罚二丙 法术式的使用的这些招数 如果你不处理的话 大臣绝对不会跟这个小人斗争 因为小人可以很残忍 这个忠诚两将是不会很残忍 所以通常斗争是失败的 那因此谁才能够捍卫法律的正义呢 从来捍卫到的就是国君 因此国君不行 天下安危细于一身 这个国家肯定为王 那以上我就想借由这样的一个对比 把儒家的用能 我报告完毕了 谢谢 明天下午啊 很多人要走 所以我们要玩一直走 所以今天我们就想要加一个人 在明天这个 他就叫我照顾去定 好的 晚上